第二十八題,右圖是謙虛電池的簡圖及燈泡中電子的流動方向 有關此電池的敘述何則正確 我們看到我們的A這邊是負電流出,所以A就是所謂的負極,B就是所謂的正極 所以選項A說A為正極是錯的 我們曉得謙虛電池正極是二氧化鉛,負極是鉛 所以選項B說B的材料為鉛也是錯的 那我們教的這種化學電池是利用化學變化產生電 所以是消耗化學能產生電能 所以選項C說我們的化學能再逐漸增加也是錯的 我們也講過了,謙虛電池不管正極還是負極,它的產物都是硫酸鉛 所以選項據說會生成固體的硫酸鉛是對的 第二十八題問我們說,有關此電池的敘述何則正確 我們答案選的是珠,A電極反映生成固體的硫酸鉛 各種各種水平 所以 Jedi Xiao